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万婷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8月24号星期一 首先来关注一下台海军演的最新进展 近期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 中共军方近期连续发布 在多个海域同步进行军事演习 我们来了解一下 山东海事局和海南海事局的官方网站 日前先后公布消息称 中共将于本月22号至29号 分别在黄海和南海的海域 进行实弹军事演习 中共军方的这次军演 包含了渤海 黄海 东海和南海的所有海区 中共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说 东部战区展开一系列的演习 需要瞄准强敌介入和对台湾的军事斗争的准备 但是台湾军事专家则认为 中共此举是虚张声势 中国问题学者薛迟表示 中共的此类军演还是以防守行 只能在家门口搞 不敢深入外海 只是秀给大陆民众看 秀给台湾和菲律宾 以及越南等一些国家看看 对美国则是演戏 因为这些肌肉并不结实 近期的一项民调显示 台湾五到六成的民众认为 中共不是中国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提出过 中共不是中国的论述 对此台湾民意基金会在24号公布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有56.2%的台湾民众同意中共不是中国 中共也不能代表中国的14亿人民 而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有高达60.3%的民众表示赞成 对于中共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战演练是否会担心两岸爆发战争的问题 民调显示有57.8%的台湾人表示不担心 有40.8%表示担心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表示 国民党如果能认清中共不代表中国 是台湾多数的民意 并重拾这个立场 相信国民党将会很快地站起来 改变当前这种缺乏民意的劣势 8月24号 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了一名为NASA服务的研究人员 被控窃取了航停资源 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西苏苏指出 从事美国太空项目研究的德州农工大学教授程正东 被指控犯有共谋、虚假陈述和电汇欺诈罪 他隐瞒了自己与中共国有学术以及商业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现年53岁的程正东任职于德州农工大学 他领导了一个为NASA进行研究的团队 近几年来 他故意掩盖他与一所中国大学和至少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合作的行为 而他在美国的资助条款规定 禁止与中共拥有的任何公司或任何中国大学进行合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特纳指出 程正东被指控 隐瞒自己与广东工业大学的关系 同时无视他在大学任职期间 他与NASA所签署的合同规定 根据刑事指控 程正东利用NASA的独特资源 在美国方面不知情的情况下 谋求在广东工业大学的高级研究员职位 并在千人计划中为中共政府提供服务 日前 程正东已经在上周日被捕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大陆疫苗的最新消息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中国药厂研发的武汉肺炎疫苗已经进入临床实验 大约会在今年秋冬季推出 日前 有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已经开始在部分区域小范围的施打疫苗 接种者大多属于特定群体 包括国企和将要派驻海外的员工 以及专业医疗人员 不过这些接种者必须在接种前签下保密协议 不得对外张扬和透露任何有关接种的信息 虽然这名负责人表示 他在接种第一针后没有任何感觉 但他的几位同事都表示 接种当天出现了嗜睡和乏力等症状 少数人还伴有发烧症状 那么对于疫苗接种需要签保密协议这件事 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有人质疑这些受试者 已经沦为了疫苗测试的小白鼠 前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敦厚指出 接种疫苗的前提是 要征得接种者的知情同意 而这些必须是建立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 而并不是被迫自愿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支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 打开小铃铛 您的订阅和转发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